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来到9月27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独立股评人王韦豪Ravi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R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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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这段牌子很厉害 游戏充天 夜期结算前夕夹胆仓 看到升超过五百点 冲至二万零五百点的水平 稍后港股应该开始有好表现 外资都数美国上市中资股 中概股指数升超过一成 美股星期四都有反弹 标指在创新高 等下Ravi都会和我们拆架 因为现在最新的市况 我们究竟追不追货好 追的话又买什么好 又如何挂兴前还可以有什么部署 如果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上季届GDP中值 维持按贵升3% 略高过市场预期 就业市场数据也较预期好 PCE的通胀数据公布前值 美股做好 道指高开之后升幅曾经扩大到超过300点 收市升260点 收报42175点 标指曾经升大约0.8% 破顶 收市亦重择新高 升0.4% 报5745点 纳指升0.6% 收报181190点 欧洲股市亦做好 美股指数曾经跌大约0.4% 金价再破顶 建议2685美元 就为中国刺激经济 倫敦其同也曾经升近3% 油价持续收额 全測沙特阿拉伯将会增产 其油价格跌超过2% 美股方面 Tesla回落1% Amazon跌0.7% 苹果及Google升0.5%至0.8% 有报道指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 超微电脑涉会计为规 股价急跌超过1.2% 并且一度停牌 也拖累科技股的气氛 美光科技业绩理想 股价升超过1.4% 带动多只晶片股 英特2升超过1% NVIDIA一度升超过3% 收市只升0.4% AMD升超过3%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比港股收市升6.7% 截宣布147.7% 美团升近6% 阿里巴巴及白道升超过4% 阿里截宣布102.1% 腾讯教本港收市升超过3% 截宣布445.53% 港交所及友邦升大约3% 港交所截宣布286.67% 汇控ADR 截宣布71.43% 比本港收市价升8% 健康和比亚迪也升近2% 今早早的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轻偏远 42,545点跌10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向上 其中日本股市升0.5% 日经平均指数39,148点 升223点 南韩股市升幅大约0.2% 澳洲市价升0.2% 新西兰市价升0.4% 恒指黑期 升近600点 先谈谈外围市况 不知道大家焦点 会不会变成快点说港股 难得地 但美股其实也很厉害 因为仍在创新高架架架 尤其是标指 美国昨晚也有新的经济数据出到来 但看到好像都可以 本身大家在想的经济前景是怎样 现在都可以增强大家对经济软着陆的预期 而中国舊市的关系 看到中概股狂欢之余 都带到一些相关中国经济的办法 例如奢侈品股难得地升不少 你自己怎么看 美股升势是否会持续呢 因为美股也很高位 资金会否留在中国股市 而影响到美股的表现呢 当然这几天 如果整体的环球性市场去看 当然总体也是强 但明显地资金的取向 就像你说的 中至头的一些取向会更明显 比如中资股 港股A股 甚至晚上美股 这几天的钱都是进入中概类股份 中资股的ETF等等 所以相比来说 美股最近这几天的商势是静一点的 但是当然 总体来说 比较小的价格 当然还是强 因为毕竟都要求高位 或者你虽然日前 例如Dow 藏完高位之后 又回过一下也好 但是怎样呢 都是在顶上的 我想最主要就是大的方向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美国的看法 都算是比较正面的 之前也分析过 比如你一来说 对上一次减少了50点 但是大家又有得 即是屡次自圆其说 即是摊开两次 7月份应该要减少了 即是各25、25 又不是太夸张 即是不是之前 大家怕衰退式的减法 反而是追减少了一点 而现在看数据来说 还可以 虽然有部份是在慢下来的 但是大家都提过 不止去到一个很明显衰退的情况 某些环节 可能就业数据 有时会这样 但未知整体的看法会令到这样 以及其他可能看经济指标 例如阿大连、联储、JDP 那些数据全部都还是强的 所以我想大家对于 真的美国这一刻 远着陆的看法 仍然存在的时候 实际市场也不会太差 以及你说 音乐量好 怎样都很厉害 因为打了这支11月大选 其实以往大选年 或大选前的一个月 其实美国也不会太差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 除非这段时间 可能大概是10月份 到11月份 突然数据普遍地走得很紧要 否则暂时不构成一个很大的调整 但当然要小心就是之后 因为一来大选完是什么一回事 都不知道 谁上场基本上都不知道 怎样影响政策 怎样盛业都不知道 第二 始终都要看上去 例如上几个星期都经常说 真是美国的经济 虽然现在 刚才提到 仍然觉得有远上路 仍然觉得OK 慢一点 但不是太坏 但你真是唯有看 如柱哥所说 只要看数据做 如果突然之后一堆数据 慢慢吹向衰退的风 其实你不要说 柱哥市突然不会摆在那边 如果这样摆在那边 就像对上八月头那一转 试过突然有些大跌的情况 所以我想 不是说现在会真的出现 但我想这个看法 或者这个类似想法 都要摆在心里面 要有些警惕 或者这么说 其实实际 对于美股来说 一直都说 你论水平一定是高 估值一定不是便宜 变相需要更多利好的资产 但如果刚才提到的因素 突然转变的话 那就会构成一个 比较大的回调借口 我想更加实在 除了看大帅 看一些数据之外 另外看来业绩 因为开始也有第三个业绩期 美国也来了 这个又是很重要 就是究竟刚才提到的估值 究竟觉得还有没有上调 还是要调整下来呢 这也对美股后市比较大 明白 最重要是企业的表现 和经济情况 能否支持到美股的高市值 或者继续上升 专门的港股上日表现 然后问Rabby 如何看港股市况 以至是A股的情况 看到资金继续炒中国的旧市 港股迫近2万关 创了今年新高 恒指高在173点后 曾经升824点 高位建19954点 最终收益19924点 升795点 物大市成交额增加超过3000亿 是超过三年半以来最多 国子升4.7% 科子升超过7% ATM升6-7% 港交所升近6% 中资金融股做好 平保升8% 内房股午后爆升 潤地和龙湖升2.1%和2.8% 消费股受到政策消息刺激 海底low和狗毛狗升大约1.8% 安答和里宁升大约1.4%至1.5% 疫情未减 全日吸资58.6% 美团和平保分别吸资4.1%和3.5% 资金沽高息的中特股股份 中海油走资11亿 中移动走资6.3% 小米走资4亿 和Rafi继续谈论港股 看到港股上到近14个月的收市高为难 上证也收服3,000点关 昨天外围也看到资金也狂数中概股 今早也看到银行又即日 今天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 七天逆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也下调了1.5% 陆续正在工作 13354 10&12% chool资金 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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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职